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5岁当然在现行的法律里头他没有驾照 那么没有驾照的情况之下又没有戴安全帽 所以说他们在机车就是骑机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个警察 那各位也知道警察其实在路上执行也很辛苦 但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讲说维持交通秩序 那么可能看到了这一对朋友 他们没有戴安全帽 那心想就把他拦下来 那要拦下来之前 那这一对可能也看到了警方要拦他下来 结果为了夺警察 那么加速 那这时候呢就是可能油门一吹加速离开嘛 那当然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警方的反应一定是 这个情况必须要加以取缔嘛 那可能这当中像我们现在暑假到了 其实有时候在执行路检的时候 可能在机车底下会发现一些毒品啊 或者一些相关的东西哦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在过去警方的经验里 他的直觉都会认为可能有一些问题 不是单纯的交通 可能交通违规而已 所以呢警方就健壮哦 就民警敌 那民警敌之后就跟上了嘛 那两个人呢就一路跟警方展开追逐哦 过程大概不到两分钟 不到五百公尺 那因为毕竟小女生可能紧张 没有经验哦 就是说而且在骑车上就是经验比较少 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过程不到两分钟的时候 就在巷口撞到别人的车子 好那有位少女呢 她就是受伤 那另外一位少女 因为她本身就没戴安全帽 所以头部就重创脑出血 那最后面就是出了这样的状况哦 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遗憾 也就是说在我们遇到这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朋友在网路上 或在评论的时候都提到哦 就是女生不要违法就没事了嘛 所以说他们违法哦 其实是有点自己先造成这个原因啦 那甚至是有另外一位新北市的警察同仁 在他的脸书上 直接就说 其实如果当时停下来接受警察的取缔 就没事 他们选择了这一条死亡的路哦 可能就是他们自己选的这样 那这个说法当然比较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接近人情啦 因为就这件事情来说 依法取缔是应该的 但是其实我一向的观念都是 任何的人命都是珍贵的 任何一条人命走掉 那么其实都是值得要检讨跟可惜的 因为在所谓的生命里面没有贵贱 也没有对错 其实本身来说 任何一条生命走掉 我们都值得好好的想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么就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比较令人遗憾的就是 当然就是两位少女 其中有一位15岁的生命就这样走掉 这件事情在事后 就是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目前还没有发现说 这两个女孩子除了所谓的 没有戴安全帽 无照驾驶之外 有其他的涉及刑法的犯罪行为 目前是没有啦 那就警方这样追气来讲 很多人就在网路上评论说 事实上这位警员 他大可不必这么做 那也间接的好像在谴责这位警员说 你追的太快 那么导致这样的问题 其实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这是面临上道德的两难啦 尤其是现在警方的工作环境 其实蛮恶劣的 呃除了要长时间的扶勤之外 在执勤的时候 往往在比例拿捏上 经常会被很多人质疑喔 那这质疑的点 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要不要追这个 这个人犯喔 或者是要不要追这个违规者 当然在目前警政署公布的这种查气轻微交通违规的要点里头 有明文规定啦 如果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 那么是不需要去做追踪的 因为我们只要 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警方在录检的时候 他都会随身带一个摄影机 那这摄影机呢 很小 但是可以把对方违规的情况照得一清二楚 所以很多 很多的红灯右转 然后就跟警方讲说 没有啊 哪只眼睛看到我红灯右转 证据在哪里 错了 他的第三只眼就藏在他的摄影机里 通常这种情况 如果要跟他争辩 他就会说 好我这边已经有证据了 那我就开单 你要不要签名 你自己决定 所以呢 事实上来说 呃 警方原则上 我们都是以 拍照 或者是以事后举发为主 那么 一般来说 如果来不及的话 除非是涉及刑事犯罪啦 否则的话很少会去做这样的行为 我个人倒是有一个经验 就之前啊 其实 呃 开车回去的时候 那路上就碰到警方领检 那那时候我突然想到 我还有一个东西没有买 所以我就右转 在前面右 就右转 那我有看到警方 那我又右转 右转之后在停等红绿灯 诶 发现后面一台警车就过来了 他就敲敲我的窗户说 诶先生 你那个 有没有喝酒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特意来问我 有没有喝酒 就台摩托车过来 我说没有啊 他说 然后我就看一看说 嗯 确实没有 然后就说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逃 我说我没有逃啊 我因为我想到我一个东西没买 我想再绕去巷口再买个东西 然后他说 哦好 那不好意思打扰了 其实 像这种情况是 呃 警方在 呃 就是执行酒册勤务的时候 他发现你要右转 或者发现 诶你怎么突然回转 很不自然 他当然会想到说 你有没有可能是酒驾 如果只是单纯的闯红灯 单纯的这个 所谓的不戴安全帽 其实警证署是有规定啦 就是原则上不要追 为什么原则上不要追 就是怕像刚刚讲的这种意外会发生 哦 但是就警方来讲 警方很为难啊 我们讲说 你跟警方讲说 你不要追 那万一要是 我们讲都是万一 都是事后诸葛啦 如果说今天他其实是酒驾 我们没发现 或是他没有驾照 导致用路人在路上发生问题 就警方来说 他也会觉得说 啊我抓也不是 我不抓也不是啊 我不抓后面发生问题 你告诉我说 为什么他前面有遇到警察 他这个拒绝领检 你竟然不抓 好 啊如果说 今天我抓了 我去追了 你又说我有问题 所以 这个在法令的依据上 很清楚 法令的依据上就是说 轻微交通违规 好 例如说我们讲说 比较简单的 没有戴安全帽 罚五百块 好 那这种 原则上你不要去追 好 因为追的时候 其实特别是 他没戴安全帽 可能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往往撞击到路上 那就 很危险嘛 就像这一次的悲剧一样 可能会比较危险 可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会讲说 那 如果不追的话 对于警方来说 那么警方可能在事后 如果发生任何的治安事件 警方又被检讨 所以 变成法令上规范 很清楚 但是实际在执行的时候 往往对于警方而言 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警方在 处理这些勤务的时候 他面临的压力 其实相当大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觉得 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 方式上来讲 对两边都是一个伤害 所谓对两边伤害是 对这个过世的小女生来讲 家人是一个 非常沉痛的一个 呃 就是教训 因为 对他来说 一条生命因为没有戴安全帽 然后 不想要被领检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那他很多人讲啊 就是说哎呀这不过发点钱干嘛去逃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青少年在面对这种事情 心里面的一些责难 怎么讲 其实 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反映说 他说 不过就六千块嘛 那就大不了 就搅一搅就好了 干嘛让警方这样去追 可是对于小朋友 十五岁的小朋友来讲 其实那六千块 可能是要他的命啊 甚至可能 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抗压性比较低的 呃 国高中生 他说考试考不好 就觉得要寻寻短 那这种事情 你会觉得 哎考试考不好 有什么好寻短的 可是在他的心里面 他不是那样想的 在他心里面 他会觉得 我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 呃 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妈解释 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爸爸解释 我今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 被家人知道了 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所以 当他面临这样的 呃 困境的时候 他的反应就是 我先逃 逃不过再说 可能他也没做什么坏事 但觉得就是逃了再说 那被抓到再说 那对警方而言 警方也是很为难 或者他也很遗憾 你要他去抓 他会觉得说 这个我我尺度怎么拿捏 我不骑快一点 我抓不到 骑太快 他如果说今天不小心发生意外 我又要负责 那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对于基层援警 在执行上 这种压力就格外的大 那我们说 那你就按照警政署的方式 去做 那没事就没事啊 那如果有事的话 将来这个责任 要谁来负担 这变成是 我刚讲到 两边都很遗憾 所以这件事情 他能不能单纯重说 小女生啊 你只要遇到警察 领检就停下来 这个我们父母都会讲啦 啊讲的小孩子听不听 我觉得 讲句实在话啦 现在教育孩子也很困难 我们刚刚还是讲说 你 你就遇到警方领检 你就停下来嘛 那小孩子 其实不会听啦 还有就是 爸妈可能小朋友讲 没有驾照就不要骑车 小朋友还是给你骑车啦 那这个事情 其实对家长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 在事情上 我们只能够去尽量 而不是去批评哪一方说 你这条路 是你自己选的 你为什么要逃避 你不逃不就没事了 你看把他逃了 摔死了活该 这样的心态 实际上来讲 是很残忍的说法 对于 呃 这个生命来说 其实非常一样 因为他不会愿意 人就这样走 他如果知道 等一下如果是 逃就会死 他才不会逃呢 对不对 他又不是犯什么大罪 连犯法都没有 他只是违 违反所谓的交通 呃 管理条例 那就是罚钱而已 就行政罚 他连刑罚都没有犯 他干嘛逃呢 是不是 那可是这个事情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啊 我们是后回来推会说 小朋友你好傻 可对小朋友来说 他的当时承担的压力 其实这是我们要去体谅的啦 那警员执行的压力 我们也要去体谅啦 这种事情就是 我常讲说 我们路边发生车祸 有时候不要那么凶 去对待对方 为什么 很多时候 除非他是在车上酒驾啦 或是疲劳驾驶啦 或是一边开车 一边去玩手机 根本就不在乎 用路人的生命安慰 否则的话 发生车祸 其实撞人的人心里很煎熬 被撞的人心里也很难受 就都不方便嘛 所以 其实在这件事情考量之下 我个人会比较认为说 在当我们事后审视这件事情 不要用什么 违法就该死 违法就不要逃 天底下如果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其实也不需要警察 每个罪犯犯完罪 都自动到警察局去报 这自首 甚至说可能根本不会有人犯罪了 所以今天的问题点 其实是不在于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 逃亡这件事 而是要去看待 将来在警方执行上 能够有什么样的 就是减轻双方压力的一种方式 那么减轻双方压力的一种方式 就我们家长这一边来说 能够做的就是 告诉自己 也告诉我们其他的 我们的小朋友 就是如果今天在路上违规 遇到领检 那其实就是 我们该认错就要认错 那么不要尝试去逃 认错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就警察这边 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其实除了我们讲 一般的领检之外 我觉得如果是交通违规 能抓的 能够现场要取缔的 那我们取缔 如果不能现场取缔 我觉得警政署目前的规定 事实上来说 就是为了兼顾双方的安全 那如果我们肉眼 只能判断出来 其实是轻微的交通违规的时候 那能够不要冒命去抓 不是冒对方的命 冒自己的命 不要冒命去抓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面 能够用事后取缔的方式 就是警政署的想法 这样来处理方式会比较好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是我们提到的说 是真的有犯罪嫌疑的话 那当然身为警方的职责 是一定要去处理 但是以这一次的案例来说 光是也没有戴安全帽 就推断对方可能会有 所谓的犯罪嫌疑 这可能会比较武断一点 这部分可以提供听众朋友参考 反正总之就是说 我们对人命的失去 一定要哀经误息 这爱经误息就是 无论对方是一个 再怎么最大恶极的人 我们都要哀到一条生命离去 因为这是生命的普世价值 更何况说 其实如果是因为意外发生 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去谨慎的 去看待这件事 就这件事情来说 将来可能在法律上 最大的争议点 就是比例原则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取缔违法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力道有多少 举个例子来讲 逮捕犯人 这件事情是 警察或者是 逮捕现行犯 是所有公民的责任 义务 但当我们在逮捕 现行犯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一个人性骚扰 很生气 那是不是说 今天我们就抓到他之后 抓到他之后 再顺便打他两拳 这个可能就违反比例原则 或者我们在抓他的时候 能不能动用到说 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捣毁 或者说甚至是 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只为了要逮到一个性骚扰的犯人 这个是在执法技术上 会有很大的困难辨别点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实物上 经常就会发生这种 所谓的模拟两可 或者说是很争议的 灰色地带出现 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讲说 透过不断的实践去体会 这件事情应该要拿捏 什么样的尺度 有的时候当下发生 其实如果是以菜鸟来讲 不管是行为人 或者是当事人 在这个当下 其实都很难去做出 事后当所有人 来判断的时候的一种评断 举例来说当下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当下可能就是掉头就跑 遇到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是转身就追 那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 我们现在事后很冷静的 坐在位置上 就能够去犯断是非对错的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还是希望说 当我们听我们有在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能够比较冷静的来看待 当然就是警方的 执行的态度跟手段跟技巧 我们都可以来讨论 那至于说这个被追弃的 这些人 我们也应该要去检讨说 自己为什么要犯错 然而 其实在生命的价值上 我们必须要肯定 这是无价的 这个提供提供做参考 那么待会 我们会针对这一部分的细节 也就是说 就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遇到 这个灵检的时候 在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我们会邀请一位律师 那么这位律师 是真学历真律师 他之前来上过我们节目 那么之前他擅长的 就是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 医疗纠纷 我们今天会请他来谈的议题 是有关于警察职权行使法 这个警察职权行使法呢 在讨论的就是 当警察在行使 灵检啊 或者是行使 这个一般的勤务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 那这部分呢 当然会涉及到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警察领检其实就是我们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路上走 看到警方要跟我们要身份证 那我们该不该给他 那有没有义务要给他 有没有权利可以拒绝 或者是警方当在做这个 就是警方在路口 要求我们把车子摇下来 车窗摇下来 来这个接受他的酒侧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不要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提到待会 我们希望 曾学历曾律师 能够为我们做一些分析的 那么我想待会 如果就是 朋友有任何的 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请他详细来 为我们做解答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98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远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一些 有关于这个新闻事件 就是高雄小女孩 在违规的时候 那么遇到警方领检 所发生一些问题 那么我想听 有没有可能会很有兴趣 想要知道 就是有关于 如果一般我们民众 在路上遇到领检的时候 根据警察职权刑事法 警方可以对我们做些什么 还有我们应该要 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法 去面对这方面的领检 在法律上是怎么样的规定 那我们刚刚提到过 我们邀请到了 曾学历曾律师 那么曾学历曾律师 他今天特别过来 跟我们讨论一下 有关于 在民众一般遇到 警方领检的时候 那么警察职权刑事件事件 大概怎么规定 那我们具体来讲 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先欢迎曾律师 曾律师你好 大家好 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律师好 是 我们刚提到 就是如果我在路上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 穿个拖鞋 穿个吊嘎 然后蓝白拖 然后就遇到警方 这个过来 那第一种情况当然是 如果他没有穿制服 他就说 我是警方 你方不方便 那个身份证我看一下 这事要怎么办 其实按照 那个现在法条规定 其实我们也不讲 什么太艰深 太具体的规范 但基本上 执行警察职务的这个盘查 是一定要穿制服的啦 一定要穿制服 所以我们会先叫他说 你把警员证线拿出来 是这样吗 其实 如果他们有穿制服 按规定是要出示 执行的证件 是 因为他很多是便衣嘛 是 比如说可能他就是刑警 那刑警出外执行 他不是像制服警察一样 有时候穿个背心而已 对 那甚至可能背心 他算便服啊 是 那常常开玩笑讲 有些刑警真的很辛苦 他为了要 这个 有时候看起来就是 还要吃檳榔抽烟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坏人啊 你怎么看起来不像 实际上 他是因为被迫 必须要这样打扮 可是 他这样弄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就会觉得说 哎呦 你怎么看起来比流氓 还像流氓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怀疑嘛 所以我们可以要求 他拿出刑警证 或是警员证 可以可以 因为有时候 他们为了融入环境 必须要做这样的打扮 是 那 那如果说 他也出事 他说 对啊 我就是警察 我们也确认了 那这时候 这时候 呃 我们可不可以说 我不拿身份证出来 我 我以前听说有一个律师 他就故意这样做 是 这个 我们这有一个 很有名的同行 这也是 很有这个经验 据说他是因为长得特别 特别 被容易 被容易盘查 长得特别 被容易盘查 的意思是 他长得特别的 漂沛 还是特别的帅 据说他 他喜欢 真名 他喜欢留小瓶头 所以 喜欢留小瓶头 是 是 好 那所以呢 遇到这种情况 这位留小瓶头的律师 他拒绝盘查 他的理由是什么 通常如果面对 远警在 刚才提到说 他已经穿了制服 然后拿出证件了 出事 告诉你说 我要看你的身份证 对 要确认你是谁 对 的时候 通常一个最直觉的反应 就是问他说 呃 我有什么看起来不对的地方吗 术语教授 看起来 有没有犯罪嫌疑 那如果我没有 我就是穿个拖鞋 穿个吊嘎 你不能说 我这样就有犯罪嫌疑 你这歧视 通常警察他会面对 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说 我就依 警察职权刑事法 来盘查你 所以请你出事 那通常 他这样说的原因 是建立在一个误解上面 一般来说 在 警察职权刑事法的规定里面 必须一定 就是要确认说 至少看起来 看到警察就躲回巷子 或者说 就车子就突然加速了 或是就是 直接面对这个暗处 这样看起来 就有一些嫌疑的情况下 警察才可以进行盘查 如果这样 那个李律师刚刚提到的时候 只是穿个吊嘎 然后一个拖鞋 走在路上走 两手空空的 只是因为 长相特别讨喜的关系 那 所以你赞成 你 所以等一下 曾律师 我觉得有一句术语 我要请教你 据说警钻流传这个术语叫 遇警则逃 非奸即盗 你赞成这句话 看到警察就逃跑 他不是坏人 就是反正奸恶之人 你会赞成这句话吗 我想这句话 最近蛮红的 据说在警钻的课本里面 也有提到这一点 但我认为这句话本身 是建立在警察判断 有没有犯罪嫌疑的经验上 如果作为一个判断 有没有犯罪嫌疑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这句话是 那是个参考指标 是个参考指标 没有错 对 因为一般人 可是我觉得 我最近看到很多网友讲 他说 有的他看到警察 他不见得是因为看到警察 我们觉得他看到警察 他实际上他没看到 他只例如说 突然想起 他们家的门没关 他就转头回去 那警方这时候如果说 我觉得你有看到 我觉得你就是看到 我才转过头去 就要逃跑 那我要求你出示身份证件 让我来查气 我可不可以拒绝 在我的认知上来说 如果袁警警很具体的 告诉你说 他就站在你后面 也许跟了五分钟了 那就看到你从巷口出来 又绕回去了 在这个说明上面 坦白说他已经达到了 执法的一个相对的门槛 就是说他在这个 在执法的情况下 他认为是有有嫌疑 或是有这个犯罪的可能性的 所以一般人 所以一般人来讲 就是说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警方如果认为你有犯罪嫌疑 就可以盘查你的身份证 而且我们一般民众 是不能拒绝的 只要他讲得出理由 是 具体的 那还有没有别的 另外的情况下 按照警察自权刑事法规定 他必须认为说 在特别的情况下 这个他观察到的对象 是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情况下 发生危险 就是他会带给别人危险 还是别人会带给他危险 比如说他已经开始在蛇行了 开车的时候 已经在这个蛇行 或是这个忽快忽慢 或是这个在钻车证的情况下 那我们刚刚提到 没有戴安全帽算不算 没有戴安全帽 如果说在 存就这个参考点上 我认为不太算 不太算 比如说他拿着 没有戴安全帽 有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他是乘客 那他也许就是 手上也许拿着棍棒 或者是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 所以郑律师您的意思是说 是对别人造成 就是等于说 是对别人造成危险 而不是自己 没有戴安全帽很危险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好 所以说第二个就是 我们讲第一个 他认为我们犯罪嫌疑 第二个就是 他认为我们可能 正在对别人 有可能造成危险 对 他就可以要求你 停下来盘查 是的 好 那有没有别的情况 还有就是 其实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地点 在他们执法的认知上 会被认为是一个热区 也就是说 常常会有人 在那边吸毒 或者是贩毒 或者是有一些 从事犯罪行为的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例如说酒店 酒店的巷子里 旁边的巷子 或者什么 这种地方 他们会指定 用一个公文的方式 指定成这个盘查的 指定盘查地点 那如果说是 刚好出现在那个地方 他其实可以在 判断上面 不需要这么具体的理由 就认为说 这个必须接受盘查 因为这个地方 是犯罪的热区 好 所以这几个地方 大概是我们提到说 比较容易出现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的话 大致就是 如刚才所说的 就是危险的 还是一样 以危险做判断 以危险做判断 那么如果说 那我现在收到这个东西 就是警方跟我讲说 要我提出来 那我不提出来会怎样 我就不给吗 一般来说 如果前面的程序 他都有完成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穿制服务 然后有提出远警编号 他也告诉你 你为什么我要盘查你 你看起来有嫌疑 那你拒不提出你的身份证明 我就不要 那这个可能会有 妨害公务的问题 不是啦 就是我也没有 其实妨害公务的前提 应该是建立在说 我对你有暴力 就是说 例如说我拉扯警方 或是说 我就对警员骂三字经 各位这种事 千万不要做 因为通常有人会觉得说 我对警员骂一句国骂 或是骂三字经 那没事 蛮常见 没有那个东西就是妨害公务 因为以强暴胁迫的方式 让公务员没有办法来行使公务 这时候其实骂三字经 那个属于强暴胁迫 或是对于警员做人身攻击 那都是不行的 还有不要碰到警方的身体 肢体接触 因为你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都有可能 特别碰到警徽等等 这些很重要的 涉及公权力的这些象征的时候 就会有妨害公务情况 我讲的是说 我就不要 我就站在那里 跟你对看 我说我不要给 怎么办 这时候原警 他就有理由 可以这个 请你协助到这个 派出所 或者说附近的警局 去做进一步的确认 您在讲的就是刚刚那位 我们长得很特殊的 对对对 律师道长 他还经历蛮多次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 他最后面的情况 我听说是 他就会跟着警方回去泡茶 没错 虽然他其实他一直很坚持说 如果要我到警局配合调查的前提 是建立在你必须是说了出 为什么我有犯罪嫌疑的这个前提上 可是如果说不出来的话 其实他是很 只采取一种比较捍卫法律的角度 在行事 不过这蛮浪费时间的 是啊 就是就一个人来讲 他可能一般来说 他会很难去 今天这么讲 就很难去 愿意花这样的时间去证明说 警方其实你在行事职权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我的长相 你就认为 他其实 我觉得他倒是不是违抗法律 他比较认知的一点是说 你要认为我有犯罪嫌疑 那你要提出 足以辩认的犯罪嫌疑 而不是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长得丑 你就有犯罪嫌疑 没错没错 然后他会觉得 对这样的事情 他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排斥 他其实觉得是说 在 其实我们大法官对于这一块 也有做过相关的解释 那也处理了比较细 那其实实务的这个规范 还有这立法 也因为大法官的解释 有去做修订 他的想法是说 如果大费周章的把 这个我们警察之行 请勿的要件都已经写清楚了 就限于这个有犯罪嫌疑的情况 才是合法的盘查 那为什么在实务的遵守上面 要还是这么坚持的 要去做一些 不是那么合法的盘查 他认为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一旦建立一个 很明确的标准 好比说在这个远警 这个现场执法的时候 他要盘查 都能至少跟这个 被盘查的人说明 你为什么 为什么你有嫌疑 如果说出这一点 那或许 远警也不用这么两难 我相信有些远警 其实他也是 非常认真的 才会去积极的去 追查犯罪 没错 也是为了这些原因 是 好 那么 这边我们 其实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处理 领检这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具备的态度 还有警方可能查清的要件 那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再 请真理事跟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说是 以一般这样的情况 警方大致上会要求我们 就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说 如果就我们开车来讲 跟一般行人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么 就是我们在路边 蓝检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要注意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98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元 那么 今天我们针对 警方领检的一些 相关法律规定 邀请到 真学历 真律师 为各位听众朋友 做一些介绍 那我们刚刚大概提到了 一些简单的 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 警方可能会对我们 提出所谓的 身份查证 跟资料搜集的 相关活动 那我们现在要 继续来了解的就是 一般来说 警方如果把我们 蓝庭之后 那么他会要求我们 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他可不可以就是 就针对我的身体 就开始搜索 或是把我的车子 或是我提包 我的包包里面 有的东西 能不能够 他能不能搜查呢 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怀疑说 好像这是我的隐私权 你不能搜 是这样吗 其实车子 其实比较常见 一般来说 开着车子 载着女朋友在路上 然后突然拦下来了 也许 警察就是 希望你出示证件 然后看了一下 证件没问题 那我 他接下来说 要看我的摩托车 叫我要打开 或是叫我后车箱 要打开 或叫我的后座 要打开灯给他看 我不想 其实 其实如果就是 有有这个兴趣 去了解一下 警察职权行事法的 规定的时候 会发现 其实第七条 针对这个 拦查车辆的部分 有一些规定 可是好玩的是 第七条 他有个文字是写明 就是说 他是依照第六条的 规定来进行 也就是说 在一般拦车子的情况 跟拦人是一致 就是你要 还是要讲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你拦下来 也就是说 为什么有犯罪嫌疑的情况 那所以我 我开车在路上 其实真正 认真来讲 警方是不可以 随便拦我的吗 警察比如说 其实这种东西 我没有蛇行 我有把安全带 然后我束线之内 警方可不可以 就突然过来 这位先生来来来 敲敲车窗 靠边靠边 这样可不可以 打开车 其实那个 一般灵检勤物 配合盘查 是很常见的情况 摇下车窗 有时候为了是 闻看有没有酒气 结果发现 扶手上面 竟然有一点白色粉末 那他也许会怀疑说 也许你是淹毒犯 或是有吸食的情况 或者是有可能 闻到K味 K咖明的味道 这样子我们开车的时候 可能比较容易 发生车祸的情况 他会要求你提出相关性 或者说 请你把这个车厢打开 或是把这个 可能会藏着毒品的地方 就是收一遍 其实这个东西 延续着前面的 这个规范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他还是必须提出 为什么他要收你 为什么要查你 但是一旦建立在 他有具体的 情况下 进行这些事情 只要他 收的位置 好比说 其实是扶手上面 有白色粉末 他却叫你 他叫摸你的裤子 或者说 请你女朋友 皮包打开来 他其实如果 这个延续的范围 其实过度扩张 也是不太行的 所以他在 合理怀疑的 这个范围内 其实也是有线索的 是不是有点像 我们行事送法的 附带搜索 就是说 当我逮捕 你这个嫌犯的时候 你身边的东西 我可以一起收 不用搜索票 有点那种味道 有点那种味道 没错 因为他可能 这怕你说 万一你手上 像我们 其实看 简多警匪片都是 就是嫌犯就 束手就擒 然后因为警方 没收到 一把枪 所以突然 他就对着警察 开枪 然后警察就 这样子受伤 所以 像这个 我想 古今中外都有相同的 这个类似的规定 如果今天 当逮捕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顺便 在他身上 搜一搜 然后去判断说 这个人会不会对警方 造成危险 是 这也是为了避免 执法人员 第一线执法的时候的 一个人身安全 所以如果 以这样讲的话 一样是可以拒绝 就是说 如果说 因为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警方讲一个借口 可是我觉得 都听起来很扯 因为他说 我觉得 你 刚刚 从这个 那么暗的巷口出来 这个 非奸即盗 一定有问题 来东西 这个出示一下 阵线出示一下 那我这时候 我脾气就犯妞 我就说 我觉得你讲很扯 我不愿意提供 那 其实这个东西 在对于 一般的老百姓来讲 是不是真的就无可奈何 一定要跟着他回警局 其实在这个时候 如果是站在 实物的观察上 我会建议是 配合比较好 但是在法律上面 执法上 我认为 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感觉是 其实如果大家的认知上 不会差太多的话 你认为警察说法很扯 其实我梦想上 我也会觉得有点扯 那警察大概也知道说 自己没有 太大的立场 去 强调说 你确实有犯罪嫌疑 这件事情 那 在这个情况下 你或许可以跟警察 这个 说明一下说 为什么你要从 这么暗的巷口出来 其实我们没有 主动说明的义务 但是其实我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 也许是刚好 也许是 也许是慢跑 也许是各种情况 那 只要是说了过去的情况下 您不配合 有你自己的考量或理由 我觉得警察他应该都要去听 去判断说 他经过 这个人民的解释之后 他有没有坚持 去确认盘查的必要 因为像刚才 这个李律师有提到说 这个我们这位同行 他 他其实面对很多次的盘查 那 有些远警 其实在 在我们提出质疑 比如说 我到底有什么犯罪嫌疑 你说说看 或者说在他的这个警察提出的理由 很扯的情况下 警察其实也有 放弃 或退缩的 这种情况发生 不是没有的 不过 我倒有点好奇了一点 你会不会觉得 拒绝提供身份证件的人很无聊 你会这样想吗 我自己是不会这么想 对 因为我的感觉是 其实这也不能 其实每个人我想不太一样 我自己也觉得是说 如果是站在让大家 就是治安良好的这个态度上 其实看个身份证 也不会怎么样 对 可是很多人会认为说 就是不能讲很多人 应该说 有一些人会认为 这是人权的范畴 我没有义务要给你看 特别是 有些人对于过去的 可能威权时代 所留下来的一些阴影还在 他会觉得 警方呢 他可能不只有治安的工作 他还有政治上的工作 所以我对警方 天生就印象不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看我的隐私 我就是不给你看怎么样 那这种人其实 也不在少数 或者是刚刚讲的 那位道长 他觉得说 其实我就是觉得 我没有义务 因为我长得丑 就要让你检查 没错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对于这些人 会认为说 他们是来找麻烦吗 其实我想 我想被警察 就是拦下来 然后询问 这个细节 或是确认身份 本身 除了是一种 这个依法行政的过程中 还有一种是 往往伴随了那种 有种被羞 有种羞耻 或者是 没有就感觉 好像是我就是 怎么样上面 写个两个字罪犯吗 其实不太舒服 那其实某些人 对于这些事情 是很敏感的 其实如果说 我讲简单的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 可能也许传个红灯 那被拦下来 我其实 或许情有可原 对 因为你有一规的 人要被人家拦 就觉得不舒服 是是 所以我觉得说 在执法上面 建立一个明确的标准 也是好的 不然会发生这种 也许他 他很 这个发现你身边 就是跟了一个 美妙的女子 他其实想 故意要捉弄你 然后这个 请你拿 很难说啦 对对对 也许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还是互相体谅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就双方来讲 其实 我们也要体谅 有时候我常都跟警方 讲的临间 我都说 警察辛苦 警察先生辛苦了 那当然 我们就讲说 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好的人 也会有好的人 我相信是 那我觉得 其实就是 我们互相尊重 我想这是达到 双方 就是还有这个社会 三营的一个 境界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没错 好 那么今天我们谢谢 曾学历 曾律师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